第一屆兩岸民主文學交流及學術研討會 由台灣藝文作家協會及新地文學記刊社聯合主辦 特別邀請十五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十四個民主文學作家 以及十二位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家進行學術交流 在大陸五十六個民族裡面 他雖然只有十四個民族 但是這些都是大陸最優秀的 那我們台灣原住民的優秀的作家也都參加了 所以這個會議可以說在整個作家的水準上有相當的高度 將來會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的團長表示 透過這樣的交流活動接觸到了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作品 是難得的機會 我更感動的是讀他們的作品 因為他們把原住民的那種心情 那種情節 那種文化 都有的文化 都有的那種文化心裡寫出來了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種交流 作家之間的交流 十二月四號至十二月十號 為期七天的兩岸民族文學交流暨學術研討會 分別在台北 台東以及台中舉行 希望促進兩岸民族文學創作與研究 記者摩拉斯賽台北採訪報導